徐曉鑫對我的攻擊是不遺餘力的 但是我覺得 其實我一開始我就覺得 這個人攻擊我的這個內容 和他的動機都是可疑的 其實我當時的反應就是 這個人所做的是 背後一定有他的故事 不會莫名其妙拿了一些 一些似是而非的東西然後來攻擊我 徐曉鑫所大故障所指控的 我已經講了 真的只有這三股勢力可能給他錢 那他拿到的錢 其實徐曉鑫並沒有否認 他拿到這筆錢 大家如果仔細看 他只是把他引開來 就是不要去說誰給我錢 他是引開來說 我只認識郭喜 潛艦國中的郭喜 其實我從來不認識徐曉鑫 我只在電視上看過徐曉鑫 所以他也從來沒見過我 他說他認識我那是謊言 我根本就不認識這個人 我只知道徐曉鑫 但是我從來不認識徐曉鑫 因為我沒見過他 也沒跟他談過話 也沒有任何聯絡方式都沒有 所以徐曉鑫說我跟他是唯一認識 他是我唯一認識的潛艦的國道的人 這個就是一個謊言 為什麼 因為我從來不認識徐曉鑫 我也沒有聯絡方式 也從來沒見過這個人 所以徐曉鑫只是在什麼 只是在分散他的 想要把這個議題再分開 再扯開來 國民黨立委徐曉鑫的大姑 劉相傑 大姑丈夫杜炳成 有人林渝倫等三人 涉嫌協助詐騙集團洗錢餘三千萬 5月24日 檢方向台北地院 申請延長積壓三人獲准 今有消息傳出 杜炳成在法庭上爆料 徐曉鑫涉及前件聲文 收受回饋及內線交易等三案 而徐曉鑫對此則發出五點聲明 一 杜先生講的完全不是事實 更未有任何證據 檢調若有任何懷疑 一定要快辦啊 絕對不能等 只是你們可能會很失望 因爲什麼都沒有 二 此話是出自於一個 被偵辦中的詐騙犯之口 過去騙人無數的事件 也已被媒體揭露 他的公信力有多少 稍微有點判斷力的人 都知道不可信 三 我這輩子唯一有認識的前件業者 就是郭喜 但那是因為我揭露他相關弊端 我們甚至是對立面 難道揭蔽就要被報復 我是不可能被這種 搞笑的威脅 停止對政府的監督的 四 未來若確認他想停上陳述此事 我必定會對他提告 也非常歡迎檢調來查 五 對於該詐騙犯的謊言 與造謠 一概不予回應 拒絕受訪 拒絕新聞亂象 同時再次提醒媒體 切勿拿詐騙犯的說法 當成聖旨 指控一個無辜的人 權愛已經進入了司法調查 相信司法會誤網誤眾 一定能夠還我清白 我也百分之百的會配合調查 對於我 以及我的先生 有百分之百的信心 那到什麼時候了 我們還要相信 詐騙集團的話 不相信 便手知足 清清白白做事的人嗎 我這輩子 從來不認識 林渝倫 更遑論他的妻子 所以他所述的內容 我毫無所惜 我取得的錄音檔 也非來自於林七 更非來自於劉媽媽 是來自於劉相傑的朋友 因為當初看不下去 溫朗東先生 他只以臉書的內容 就說劉相傑沒有被家暴 才提供了音檔給我 那經過他授權的部分 我才能做播放 所以我相信 當時有很多媒體朋友 在跟我詢問的時候 我都有說過 我能夠提供的 只有一部分而已 那我也沒有提供在 我的媒體群組裡面 那我認為 不論在何種情況來說 說要殺死老婆的全家 都是嚴重的恐嚇 後來法院也正式地 簽發了保護令 總不能說 那也是造假吧 那至於他們的夫妻之間的關係 所謂有沒有互相的偷吃 那我怎麼會知道呢 再來 林渝倫是否有替我打選戰 我完全不認識這個人 要如何知道 他有沒有替我打選戰呢 那我在選戰期間 有非常多的爆料 很多人採取的是 匿名爆料的方式 我每天都接到 四面八方的成型 只要確定 是事實 我就會去踢爆 誰會在乎他是什麼姓名 所以我從來不知道 有接過關於 林渝倫本人的爆料 至於根據的報道 洗錢案的調查對象 本來就是 林渝倫的東林公司 不管是林渝倫 或者是杜炳城 或者是劉相傑 只要犯法就絕不寬戴 應該從嚴判刑 這就是我的立場 至於我的先生 跟婆婆的事情 要去請問他們 以及他們的律師 我不方便代為回應 那我只知道 很多都並非事實 或許他們在等一會 就會發出正式的律師函 最後我想說 我知道林小姐的先生 被羈押一定很痛苦 但他不應該 將這份痛苦 以不實錯誤的資訊 加諸在他人的身上 那不會比較好的 祝福他一切平安順遂 我覺得學曉心 因為他大姑的詐騙案 結果被捲進去 然後導致他主動八代 小時候往事 全部都被挖出來 是網路殺人 這樣太誇張了吧 這是毀滅戰的嗎 我覺得其實看到這個新聞 非常難過 曉心 居然都還要把他過去 他們家的這個照片 然後共用的廁所 或者是相關的這一些 過往的小時候照片 都要給貼出來 那即便貼出來 都還有一些網路的酸名 或者是側翼來酸言酸語 有必要這個樣子嗎 政治工作 有必要把人家祖宗十八代 全部都給翻出來嗎 還是回歸到務實的層面 許曉心他是一個民意代表 代表的是松山信義地方的民意 以及為中華民國國民來監督政府 民意代表的天職是監督政府 政府現在有沒有好好做事 這才是應該全民共同關注的 所以政府拿人民的納稅錢 拿人民的公堂 如果有濫用濫花之餘 民意代表就是要把他給指出來 不要害怕許曉心的揭蔽能力 因為許曉心有辦法點出問題 然後就想要解決 提出問題的人 我想這個是綠營側翼跟網軍 無所不用其極對付許曉心的 唯一解釋 你會是有抓到說 有些公經的IP 對方還是政府 那個是網友傳給我的 是網友有發現 有一些刻意在攻擊我的IP 他的IP是來自 應該是117.56吧 這個就是來自這個中央政府 國發會 所發給各個 政府單位的伺服器 那至於是哪一個伺服器 不知道 也有可能是藍營縣市 因為公務人員本來就有藍有綠 但是我想問大家 一個公務人員在用公務人員的電腦 做網軍發起這些攻擊 是合理的嗎 我去查了他的發言 十篇裡面有九篇在攻擊我 而且都是人身攻擊 所以我想這一波 他不只是幾個政治的網紅 或是幾個政治人物對我的攻擊 後面還隱藏了網軍的大軍 我們談網軍談很久了 什麼時候才能將他們繩之以法呢 如果你對我有什麼意見 你可以像絲茶貓一樣 像溫朗東一樣 公開對我質疑 這些我都是接受的 儘管我不認同 但是躲在背後用那些帳號 還是用政府公部門的帳號 去講一些人身攻擊的話 這個我想是沒有任何人 能夠接受的 所以我很難過看到 我們現在政府公部門的IP 竟然還在對政治人物進行攻擊 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議 然後org示范 我會介紹一下 我今天不用路了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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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